月哥说电影专注好电影 大家好,我是月哥 1996年,新西兰的雨夜 一场车祸突然降临 13岁的小女孩艾米 在这场车祸中失去了母亲 当她从病床上醒来后 只看到了陌生的爸爸 父母在她三岁时就离婚了 她对爸爸几乎没什么印象 现在妈妈已经永远离开了她 她只能跟着爸爸回加拿大 一个阴影绵绵的傍晚 他们回到了安大略省的农庄 家里虽然有些凌乱 可爸爸依然保留着女儿的房间 第二天迎着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爸爸背着滑翔翼冲下山坡 她迎风滑翔的疯狂表演 引起了艾米的注意 她穿过田野和树林 享受着翱翔的快感 可她每次着陆都要摔个倒载冲 才能停下来 艾米虽然很好奇 但也被爸爸的疯狂吓到了 爸爸平常喜欢搞一些稀奇古怪的发明 有造型奇葩的冰箱 还有位博物馆订做的喷火龙 艾米还在古厂里 发现了一座月球登陆艇的模型 她说就在我制作她的那一年 你妈妈带着你离开了 她说我是神经病 但其实有人想出高架买走她 这是爸爸的女友舒珊登门拜访 她对艾米非常友善 并送给艾米一对漂亮的一暗为耳追 当见面礼 可艾米对这个突然冒出来的阿姨 很是排斥 打开爸爸的木箱 箱盖上全是她和妈妈的照片 她还依稀记得小时候 妈妈和她一起荡秋千的场景 第二天一大早 宁静和谐的农场遭到了破坏 开发商的推土机 正在肆无忌惮地摧毁周围的森林 由于栖息地遭到破坏 野生动物不得不逃离家园 爸爸冲下去和他们理论 可他们完全没有收手的意识 艾米对这件事 却是一副若无其事的态度 自从妈妈去世以后 她就一直封闭自己 艾米对这个陌生的爸爸 有很强的疏离感 她不想交朋友 也不想上学 只想一个人全缩在角落里 安静地发呆 这天艾米来到小树林散步 地上横七树八的躺着 被推倒的树木 她坐在树枝上发呆 忽然发现了一窝大燕弹 像是发现了宝藏一样 她用包包装着它们 并带回了骨仓 小心翼翼地安顿好后 艾米还为他们加装了电灯孵化器 第二天叔叔来家里帮爸爸搞研究 艾米则被爸爸赶去了学校 可能满脑子想的都是那些大燕弹 完全没有心事听课 好不容易熬到了放学回家 她偷偷溜到了骨仓 打开抽屉的一刹那 毛茸茸的小家伙都以破壳而出 他们扭动着弱小的身体 发出叽叽咎咎的叫声 艾米的心瞬间就被这些可爱的小家伙融化了 与此同时 艾米的爸爸正在参加地产开发的听证会 大家认为开发商正在摧毁孩子们 嬉戏的田野和乐园 污染新鲜的空气 纯净的吸水和宁静的心灵 那些生活在这里的野生动物也将失去家园 她呼吁小镇居民抵制那些破坏环境的黑心商人 听证会结束后 爸爸返回家里却发现艾米不见了 几个大人打着手电筒惊慌失措的四处寻找 等他们推开鼓仓的门 惊讶的发现艾米已经倒在草堆里睡着了 他身边围着一群小燕 爸爸轻轻为他盖上衣服 艾米请求爸爸留下他们 爸爸微笑着认可了 就这样艾米开始喂养这些可爱的小家伙 小燕们把他当成了妈妈 形影不离的跟着他 这天森林管理员来家里做客 他告诉艾米的爸爸 小燕会把出生后第一眼看到的动物 当成自己的父母 这叫第一印象 他们会跟着艾妈妈到任何地方 小燕全靠父母的教导 来学习迁徙的时间和地点 没有父母领飞 他们就不知道飞往何处 按照现有法规 为了防止大燕侵扰人类的生活 欢养的大燕必须简易 使其无法飞翔 说完他便拿出剪刀 抓起一只小燕 准备给他动手术 看到他要伤害小燕 艾米瞬间化身了暴躁小萝利 他抡起盘子 堆着管理员一阵狂殴 爸爸把他轰出了家门 可他威胁说这件事不会就此罢休 为了保护小燕 艾米带着他们躲进了卫生间 晚上他就在浴室里安了家 守在小燕身边 后来他又把小燕转移到了古仓 和他们一起玩耍 他还给小燕们都起了名字 大约翰 臭臭 小牛 还有他怀里抱的那一只 一出生就有点瘸 他本来想叫他小拐 最后听了叔叔的建议 改名叫伊果 与此同时 爸爸也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他给自己的滑翔翼 加装了螺旋酱 虽然飞得很爽 可他着陆的姿势依然很美观 经过几轮改装后 飞机终于装上轮子 代替了人肉起肉架 吃饭的时候 爸爸跟艾米谈起了自己的领飞计划 他想用自己的滑翔机 带着小燕们迁徙到南方 艾米起初不愿意 他不想失去小燕 他想把他们养在古仓里过冬 可爸爸却说 冬季南飞是候鸟的本能 他们需要到温暖有食物的地方过冬 本来他们应该跟着父母学飞翔 第二年春天在寻着原路回家 但现在你把他们留在身边 会夺取他们的自由 还可能会被管理员简易 最终艾米同意了爸爸的意见 可小燕只认艾米这个妈妈 完全不理爸爸 在艾米耐心的引导下 小燕们才开始慢慢追着爸爸跑 父女俩陪着他们在草地上自由自在 无忧无虑的玩耍 就这样日子一天天的过去 小燕们也慢慢长成了大燕 爸爸开着滑翔机 可不管怎么引导 他们都不肯跟飞 一直跟在艾米身后 就算他躲进树林 他们仍然能够找到妈妈 胆大又心急的艾米 趁爸爸不注意 直接开启了滑翔机 大燕们看到后纷纷跟着起飞 可艾米完全不懂驾驶 最终一头撞在了木扎栏上 还好没有受伤 可却把爸爸给吓哭了 经过这件事后 爸爸竟再造一架飞机给艾米 只要他学会飞行 大燕们自然而然就会跟着他 女友听完觉得很荒唐 毕竟艾米只是个13岁的小女孩 躲在阁楼的艾米听到后 完全赞同爸爸的起义 为了购买操作简单 安全平稳的轻型飞机 爸爸卖掉了登陆艇模型 于是大燕号飞机横空出世 他的机翼是一只飞翔的大燕 经过细心的教导后 艾米和爸爸一起飞向了天空 很快胆大又聪明的艾米 已经能够独立飞翔 笼子里的大燕看见天上的艾米后 他们用嘴啄开了笼子大门 然后骑刷刷的飞向天空 当艾米看见燕群 正在他身边伴飞时 他既高兴又兴奋 那天他们飞了很远 飞过湖泊 田野和村庄 迎着金色夕阳 两架飞机和一只排开的燕群 画出了天空最独特的风景 眼看秋风消射 秋草煎黄 候鸟迁徙的日子一天天临近 爸爸和叔叔开始商量 护航伴飞的冒险计划 他们必须规划好时间和路线 还有休息的第一点 从家里出发 飞越安大略湖到达美国 然后一路向南飞越纽约 宾州 马里兰州和维吉尼亚州 经过一千多英里的飞行 最终抵达瓦哈拉小镇 10月22号就是他们出发的日子 训练时间只剩下一个星期 艾米必须带着他们加紧训练 可天生瘸腿的伊果却遇到了麻烦 艾米通过无线电鼓励他 听到艾米的声音后 他终于正式高飞 刚追上大部队 伊果就出现了状况 一头撞上飞机后掉向了地面 一家人在森林里一直找到深夜 功夫不负有心人 艾米最终还是找到了受伤的伊果 与此同时 管理员趁他们家没人 偷偷转移了所有大烟 并把他们关在了管理所的笼子里 准备给他们检疫 情况紧急 营救计划势在必行 刻不容缓 趁管理员外出时 叔叔借过支走了值班室的工作人员 同伴趁机简断挂锁 打开笼子放出大烟 这时艾米和爸爸驾驶飞机 准时赶了过来 随着他的一声呼喊 烟圈随即腾空飞起 折时不如撞时 护航办飞计划也随即展开 当飞机领着燕群飞过学校上空时 同学们都知道艾米来了 他们追到教室外 指着天空欢呼雀跃 眼里充满了向往 说话间 他们已经越过小镇 飞到了安大略湖上空 阿姨和叔叔的地面小分队 主要负责路线导航 日落之前 他们要飞越120英里的湖面 到达对岸的美国 可他们并没有提交飞行计划书 属于未经许可飞越国界 飞机的燃料最多还能支撑两个小时 他们只能一路向前 此时美军雷达成功监测了 快速逼近的不明飞行物 整个基地随即进入全面戒备状态 战机挂满导弹 准备升空拦截 艾米和爸爸带着一群大雁 直接闯入空军基地降落在了机场上 不明情况的警员们 把妇女俩按在了地上 随后他们被带到了将军面前 妇女俩极力的想说明情况 可将军已经大发雷霆 他们的无意闯入 让整个基地都进入了战备状态 艾米微笑着从将军说道 我们保证以后绝不再犯 于是他们就笑容灿烂的站在一起 拍起了合影照 很快这一奇闻被各大媒体真相报道 妇女俩离开基地时 将军亲自欢送他们 那架势好像是送别前来视察的总统一样 告别这段小插曲后 飞行队伍继续上路 一时间妇女俩成了媒体的宠儿 他们的人爱之旅被大肆报道 这一行为也掀起了一场 保护野生动物的舆论浪潮 人们都在谈论这个勇敢善良的小姑娘 飞行编队一路飞越城镇 来到邻居上空 这里万山红遍 成林惊染 风景秀美 如诗如画 放眼望去 整个天空浩浩荡荡的 全是迎风翱翔的大雁 就连受伤后搭乘专机的衣果 也有了展示飞翔的冲动 此时一串刺耳的枪响滑破天际 猎人的枪瞄准了雁群 在他们眼中 这些大雁不过是放入烤炉的一道菜 雁群们受到惊吓后 四处逃散 最后停在了远处的湖面上 艾米和爸爸随即降落在了湖边的草地上 一个老奶奶认出了艾米 她从电视上看到过新闻 奶奶将妇女俩迎进家门 为他们准备了美味的食物 晚上妇女俩在奶奶家里安顿了下来 艾米和爸爸聊起了悄悄话 关于她和妈妈的爱情 关于他们一家人以前的生活 通过这次谈话 艾米对爸爸有了更多的宽容和理解 迎着第二天的朝阳 艾米召回自己的小分队 再次踏上真诚 媒体也在持续关注他们的一举一动 各楼媒体已经加好了长枪短炮 公盈妇女俩飞抵目的地 穿过农屋后 他们飞进了高楼林立的城市 飞机贴着大厦掠过 轰动了整个城市 大家都争相观看这一壮观奇妙的景象 在艾米壮举的感召下 目的地的居民们举行了抗议活动 他们堵住了开发商的推土机 把这些只顾赚钱的黑心商人赶了出去 此时此刻 金色的夕阳把机翼照得闪闪发亮 广毛的原野是绿色的画布 艾米和爸爸一路高飞 和大厦门汇旧了一幅壮美的画卷 可突然爸爸的飞机出现故障 掉进了农田里 艾米看见后紧急迫降 冲进了浓密的玉米地里 还好爸爸只是受了轻伤 但他胳膊脱臼了 无法再驾驶飞机 剩下的任务艾米只能独立完成 可艾米担心自己找不到路 爸爸鼓励他 还剩下最后三十公里 一个小时的路程 你跟妈妈很像 都敢于实现自己的梦想 就算没人帮忙 你也有那股强大的力量 艾米和爸爸拥抱后 带着鼓励和希望重新上路 他穿过丛林一路前行 倒影在湖面的云朵 如蓝丝绒一样 湿地保护区的景色 每一针都是绝美的逼子 他们沿着海岸线飞行 相依相伴不离不弃 直到最后 艾米带着大雁 跃入大家的眼帘 他终于成功了 完成了未为壮观的千玺之旅 所有人都为他热烈的鼓掌 其声哭喊着艾米的名字 那些翱翔天际的美丽精灵 终于抵达了安全的目的地 他们在这个温暖的栖息地 自由的嬉戏 第二年春天 艾米的燕群自行北返 十六只大雁 全部回到了艾米家的阳台 包括一国在内 伴你高飞是卡罗尔巴拉德 1996年上映的作品 这是一部根据真人真事 改编而成的电影 影片温馨而治愈 很适合父母陪孩子一起观看 现实中的主角 是一个叫比尔利什曼的发明家 1988年 他成为第一个用飞机 带领鹅群飞行的人 并于1993年 成为第一个以飞机为主导的 鸟类迁徙者 他也被人们亲切地誉为燕爸爸 这位燕爸爸现在依然致力于 保护兵力灭绝的鸟类 而领飞计划 每年也都在顺利地进行着 每每听到这样的故事 我都会感慨人类的卑劣与伟大 有人为了利益 示意图露 也有人尊重生命 心怀大爱 人与人的差距 有时候比人与草绿虫的差距还要大 尤其是最近这些年 从我个人的感受来说 除了人类养殖的动物之外 身边的野生动物好像越来越少 很多小时候经常见的动物 现在都已销声匿迹 记得上大学的时候 看过一些纪录片 野生热血的去呼吁大家 如何与自然和谐相处 野生去走访去调研 但我总能听到这样的观点 你看哈 就算我爱护自然 保护自然 也阻止不了野生动物的减少啊 虽然我也想做点什么 但这事不是我能左右的 乍一听 嗯 是那么回事 但随着年纪的增长 我却越来越喜欢另外一句话 我们坚持做一件事情 并不是因为这样做了就会有效果 而是坚信 这样做是对的 好了 今天的解说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话别忘了关注转发哦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